如果说正定哪的历史最悠久,文化价值最高,那么一定是我身后的这座大佛寺,龙兴寺 东方甄选的直播,把这座经外名刹之手重新展现在世人眼前,有他们的诸余在前,且容我狗尾虚个雕 龙兴寺始建于开皇六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 当然它的历史并不止于此,龙兴寺的前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燕皇帝慕容夕的皇家园林龙藤苑 如今的龙兴寺则是现存最大的宋代古建筑群了 我想龙兴寺的精彩不应该从与敏虹介绍的天王殿开始,而是这座常被人忽略的琉璃罩壁 这座双龙琉璃罩壁建于乾隆45年,长22.9米,高6.3米,厚1.2米 最下面是实质的宋面须弥座,而照壁上面的四个角则是用琉璃雕饰的国花牡丹 中间的壁芯是由36块高浮雕琉璃砖拼成的二龙系珠 照壁的顶部全部都是用绿色琉璃覆盖的 由此可见皇家寺院的辉红大气 从照壁往北穿过马路,就是这座三路单孔的石桥 正定当地人流传了一句三山不见九桥不留的话 它的意思是说正定地处平原,境内没有山脉 但是正定在历史上,却先后叫横山郡,长山郡,中山县 三个名字中都有山,而建不到山,这就是三山不见 九桥不留则是说,正定的龙行寺天王殿前 符文庙的几门前,县文庙前,各有一座三路单孔石桥 桥下各有一个小池,池里却没有水 故称九桥不留 跨过了这座石桥,咱们就看到了龙行寺所谓的这个山门了 之所以说是所谓的山门,咱们抬头看,龙行寺的大门就是天王殿 并没有山门,正定有句名言说,四大山门远,山门在河南 这个玉池宫兼修龙行寺的故事,咱们不再赘述了 另外你们看,大门上面,除了天王殿的匾额 还有康熙手书的赤剑龙行寺五个大字 赤剑的含义想必你们都懂 检票进门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尊金代木雕弥勒 弥勒佛像咱们见过不少,手持布袋的是不是很少见啊 他的原形是唐摩五代时的契祠和尚 而宋金时期正是布袋弥勒形象的肇使 由此可见龙行寺的历史之悠久 既然这个殿叫天王殿,那么四大天王一定是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佛教的护法天神,南方增长,北方多文,东方持国,西方广目 据印度的陀罗尼吉经中记载,整个世界分为四大部州 他们四位分别各互一州 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南山部州,北居卢州,东圣申州,西牛鹤州了 听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说这个我熟 西游记里讲过呀 不过随着他们的逐渐汉化,他们又分别象征着风调雨顺 在西游记里给玉皇大帝守着四个天门 而在现实里,他们也只能是给佛祖守护大门了 从天王殿出来,看到的是一座台基 原来这座台基上有一座大绝六师殿 那么为啥这座大殿荡人无存了呢 记得在直播里,余敏红问大殿是什么时候损毁的 导游说是在清末民国初年就坍塌了 据乾隆十三年编撰的龙庭斯智里记载 大绝六师殿原本是很漂亮的 这些瑰宝再也看不到了 不过又幸运的是 当年的日本学者长潘大定、关野真和梁思成先生 他们先后拍下了六师殿损毁前的照片 我们现在才得以从照片中欣赏到六师殿精美绝伦的避宿了 绕过六师殿遗址 我们看到的就是龙庭斯中的六角之一的模拟殿 这座模拟殿可谓是殿外殿内全是宝 听我一件一件的给你们数啊 首先是模拟殿本身的建筑 是龙庭斯现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最高的殿语 也是中国古建中的孤立 大殿建在1.2米高的台积上 面阔近身都是七间 重沿歇山顶 最于奇特的是 正方形垫身每面正中 各出一扇 向前的歇山式爆煞 从空中看下来 它的平面布局形成了一个十字形 梁思成先生说 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 紫禁城脚楼外 只在送画里见过 进到大殿里面 我们看到佛坛上有五尊佛像 分别是正宗的释迦牟尼佛 及弟子阿诺加社 左右分别是文殊普贤 站在塑像前 别着急走 抬头往上瞧 您就会发现在塑像上方的 早景四周 有一圈木构的牌漏 您再耐心的数一数 整好24座 这就是正定24座金牌漏的 诸多说法之一了 如果你们以为这就是宝了 那我只能说你们草率了 咱们朝着大殿四周的墙上看 所有的墙上都会有壁画 这些壁画也只能算龙兴寺中 诸多宝物中的开胃小菜了 因为你们往这看 在模拟店的后壁上 是龙兴寺的第二角 五彩玄山倒作观音 一般我们看到的观音像 不是正经微坐在连台上 就是足大强云 慈眉低目 俯视众生 而这尊倒作观音 用梁思成先生的画说 你看他 头戴花冠 微右侧 像是阴落 一派闲视自若 怡然自得的写一样子 鲁迅先生则说 别的像是把人神画了 而这张像是把神人画了 甚至这尊倒作观音的照片 一直存放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下 并给予了东方美神的赞誉 这幅长15.7米 高7.5米的五彩玄山避宿 活灵活现的 把观音在洛家山说法的场景 萎缩在这一方 小小的墙壁上面了 说到这儿 肯定有人好奇 为啥叫倒作观音呢 因为大多塑像 坐北朝南 而这尊塑像 则是坐南朝北 所以称倒作 因此还有傅盈联说 问观音为何倒作 探视人不肯回头 赶探完美神菩萨 咱们接着往后看 模拟店的后边两侧 都有石碑 咱们去看看 这些石碑都是双龙头的碑头 可见规制很高啊 但是跟后边的 几方石碑相比的话 他们这就不算什么了 咱们接着往里走吧 跨过了这座牌楼门 龙兴寺的前院也就看完了 也是龙兴寺最早的样子 过了这个门之后 就都是宋朝以后扩建的规模了 到了后院 先看到的就是两棵千年古树 古树除了他们自身的价值以外 就是历史的见证了 穿过古树是一座戒坛 虽然建筑是清代重建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 一般规模小的寺院 是没有资格设戒坛的 戒坛里面 是一尊双面同住佛像 正面是阿弥陀佛 背面则是一尊药师佛 具有鲜明的宫廷藏传密宗的风格 只是不知道这尊佛像 是康乾家哪位皇帝 拜也此处是留下的了 坐落在戒坛四周的皇帝玉碑 就足以证明了 在戒坛的西边 有一封嘉庆的玉碑 虽然它也是玉碑 但是跟它的曾祖康熙 爸爸乾隆的玉碑相比 就相请见处了 在戒坛和康乾玉碑的中间 其实原本还有一座建筑的 这儿是有一座 韦陀殿的遗址 只是当年的韦陀殿 现在也只能看到地基了 至于这座大殿长什么样 也就无从考证了 沿着中轴县向两侧看去 分别有两座高总的建筑 这座始建于宋代的转轮藏 看似巨大 实则轻巧 据说单手就可以推转 梁思成先生称赞为 木构建筑之杰作 建筑中含有的精品 中轴县右侧的瓷氏阁 虽然没有名列六绝 但是它建筑本身 和里面的造像 也是极其珍贵的 造像是一尊高达7.4米的 木制弥勒菩萨 是北宋年间 用一根完整的独木雕刻的 而瓷氏阁的梁架结构 为了便于游人观瞻礼佛 采用了简柱造作法 而岩柱 则是采用了永定柱造作法 并且这也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实物例证 康乾玉碑明显要比 嘉庆的玉碑规置更高 因为它们有亭子 值得一说的是 这两座玉碑亭的顶部 都是用黄琉璃瓦铺设的 和其他建筑的绿色琉璃瓦 有明显的区别 要知道 黄色琉璃瓦 只有皇帝可以用 其他人都是不允许的 这一点在清朝的东西两陵 最为明显 除了皇帝的灵恩殿 是黄色琉璃地 其他嫔妃王爷的墓地建筑 都是绿色琉璃地的 我记得之前来的时候 这还是能进去的 现在都拿网人挡上了 虽然这两封皇帝玉碑极为珍贵 但是跟这桶碑比的话 就差值千里了 这个就是龙葬四碑 也是龙京四六罪之第四罪了 碑额楷书书写 恒州刺史恶国公 为国劝造龙葬四碑 十五个大字 本文主要记述了 恒州刺史恶国公 王孝仙奉皇帝之命 劝讲恒州境内 一万多名庶民百姓 共建龙葬四的经过 同时还介绍了寺院当时的规模 建筑景观以及周围环境 是研究龙英寺历史的重要史料 当然寺内为了让咱们看清楚 旁边又附建了一块龙葬四碑 除此之外 古碑承载了历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 因此被冠以楷书之组 随碑第一的称号 沿着中州县继续向前 就是龙兴寺的主体建筑大碑阁了 两侧分别有御书楼和吉庆阁两个配殿 都是始建于宋代 而这个大碑阁里供奉的 就是龙兴寺的第五绝了 苍州狮子定州塔 赵州古桥正定的大菩萨 这尊同住牵手千眼观音 就是正定的大菩萨了 也是龙兴寺另一个名字 大佛寺的由来 它始著于宋代 高达21.3米 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古代同住佛像 据说这尊佛像 是奉宋太祖赵宽印的斥令建造的 还有传闻说 这尊大佛的面部 是根据赵宽印的面貌铸造的 我把赵宽印的画像放在这 你们感觉像吗 其实这尊塑像上还有一个细节 你们看这尊大佛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手和眼 据专家统计 大佛共有42个手臂 其中双手合十的是跟身体同时期铸造的 后面的40个手臂 则是民国重装的木质手臂 据说大佛的每只手都有25种法力 40乘以25 可不就是1000了吗 除了大佛 它下面的石雕台积也是极为精美的 当你们来龙兴寺的时候 可别光顾着抬头欣赏大佛 也要适当的低头 欣赏一下下面的台积 从大佛格再往后走 就是弥陀殿 殿宇是明正德年间的 殿中供奉的造像也是 不过显然这500多年历史的造像 并不是六角之一 所以看惯了前面 狗宝级的文物以后 它便显得不是那么精彩了 虽然这些塑像 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咱们前面看惯了 佛宝级的文物 这些也就不算啥了 对吧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赶紧去看一下 龙兴寺的最后一罪 毗卢殿里边的毗卢同佛吧 这个就是龙兴寺的最后一罪 万历的毗卢同佛了 据说这尊造像 是明万历皇帝朱义军 给他的生母慈圣皇太后预制的 整尊造像上的主佛 及主佛官上的小佛 一共有1072尊 堪称国宝级的文物了 不过严格来说 这尊国宝并不应该是龙兴寺的六角之一 最初这尊造像是供奉在 正定八大寺之一的崇英寺里的 因为崇英寺年久失修 几乎荡人无存了 所以把佛像迁到龙兴寺里供奉 并为他修建了现在的毗卢殿 加以保护 因为毗卢殿这个院落是重修的 所以在这也放了很多其他寺院的建筑遗存 就比如说像这个石枪兽 据专家考证 应该是正定大街上 某个街口的木牌坊的枪兽石吨 一般枪兽的形象都是麒麟 狮子什么的 你们感觉这是像什么动物呢 而这通石碑 叫大唐开业寺理工之碑 是在被毁的元氏开业寺前来的 你们平时来这个龙兴寺的时候 肯定会忽略到这些东西 然后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把它在地图上标出来 到时候你们可以来这看一下 还有这个东天宁寺 住持龙公长老的这个塔名 就是在修正定西城墙的时候发现 也是被搬到了这里 咱们再往这边看 有一座宋代古墓 那么龙兴寺里为啥还有古墓呢 并且我还告诉你 龙兴寺里不仅有古墓 并且是有两座的 咱们先卖个关子 在视频后面一块说 到此为止龙兴寺咱们就逛牢了 但是你们真的以为结束了吗 并不是 在毗路殿的后边 还有一座皇家园林龙腾院没有看的 当然这座皇家园林里 依旧是文物众多 美不胜收 现在我的位置就是在龙兴寺最后边 龙腾院 据十六国春秋中的后颜录记载 当然因为时代久远 龙腾院早已不知所踪 甚至真正的龙腾院到底是在正顶 还是在辽宁的朝阳 现在也都是众说纷纭 进到园中 首先看到的就是广汇大师的陀罗宁经床 这是金代的一寸 虽然床顶已经损毁 但是依旧不影响它的艺术性 再往后看是一座假山 登上紫须山 可以俯瞰整个龙腾院 咱们往这边看 可以看到一个四柱三门的持牌坊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许家牌坊 在咱们参观牌坊之前呢 咱们先往左手边看 这儿有一处北朝的造像群 其中有52尊罗汉像 原来就是供奉在大绝六十殿里的 六十殿损毁后 也就被放到这儿了 上方的三尊佛像 就是前面所说的 来自于原式的开业寺了 最为可惜的是 造像它多多被损毁 头部都不翼而飞了 这种现象 也是我国造像被毁的一个缩影 不管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原因 还是因为为了利益而破坏的 这些破坏造像的人 都是不可原谅的 我想这应该是全部国人的遗憾吧 回到这个叫许家牌坊的建筑 可以看到牌坊正中的匾额上 写着三世忠诚 这说的就是明代真定府的知府 给通义大夫 督察院御史徐守谦 以及他的父亲许金 祖父许赞立的功德坊 据考证 这座牌坊原来是在洋河楼南面跨街而立的 但是随着洋河楼被毁 这座牌坊也就不知所踪了 01年重修南城门护城河的时候 才又被重新发现 专家说 这座石牌坊 绝对是明代石雕建筑中的精品了 过了牌坊再往前走 是一眼古井 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口井 这可是宋代的井 它的名字叫龙泉井 在乾隆十三年的龙行四智中记载 也就是说传闻在这眼井中藏着一条小龙 如果向他求雨的话非常的灵验 在历史上也真的有几次在此求雨的记载 真定一代也就真的风调雨顺了 所以这口琉璃八角井也就被称为龙泉井了 后来在明代的时候 又给他修建了这座龙泉井亭 当然这座井亭也有它的特别之处 你们看它的顶部 这种形质叫陆顶 这种陆顶是我国古代传统建筑中的一种典型的雾顶样式 陆顶的井亭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开有露天的洞口 这样的作用一是采光 一是收集雨水 还有就是给井清淤的时候 不用再另外搭架子了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啊 这个咱们进到井亭里会更加的直观 另外你们看 在井亭四面墙壁上都镶嵌着佛像 据龙英四智记载 井亭内有造像大师佛五尊 小师佛二十三尊 相传大小佛像都是来自于井内 当然这种说法已经不可考了 你们相信这种说法吗 有关于这口井的传说还有很多 比如 飘木永童的故事 你们知道吗 在龙泉井亭的旁边就是元代古墓 这个就是龙英四里边的第二个古墓 元代的壁画墓 但是这还是锁着门的 咱们进不去 通过介绍说 这座元代壁画墓 是2002年在卓州发现的 经过考古发掘以后 于2003年迁到了龙兴寺龙藤院里了 经考证 墓主是元代名臣李炳仪 为他的父母修建的 墓室里会有壁画 侍奉碑艳图 笑意故事图等等 填补了河北省元代壁画墓的空白 通过拍到的画面 依稀可以看出 这座墓室成圆弧形 墓室上方有黑白线条勾勒的壁画 只不过很可惜 不能进去详细欣赏 咱们视频前面还留了一个坑 就是那座宋代的古墓 在弥陀殿的后边有一个宋代的古墓 据资料介绍说 这座宋代的砖室墓 是在井行的市庄村发现的 1960年5月 考古专家对井行市庄的 十余座古墓进行发掘 但并没有发现墓志明 经过考证 基本可以确定墓主人不属于官员 是大幅阶层 但是在宋经那个战乱的年代 能有如此规模的墓葬 肯定也不是普通老百姓 因此专家认为 应该是一处富足的大家族的家族墓葬群 在这十多座古墓中 有一座墓 规格比较高 结构也最为复杂 是这座古墓群中比较典型的一座 这座墓 就是咱们眼前的市庄四号墓了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 这座古墓 墓道较短 墓门通高3.96米 墓门两侧为椅柱 上汽蓝额 蒲白坊等等 墓室平面基本为圆形 高3.32米 墓室里没有壁画 完全用砖雕 移塑的人物来装饰 甚至依稀还可以看出当年鲜艳的色彩 我现在是坐在龙鹰蟹里 看那边是龙泉井 下边是岩纸湖 那一侧就是古今名人 悲客长廊了 现在呢 咱们就去悲庭去探计 这些古墓大多都记载了正定的学堂 庙宇重修重建等内容 为研究正定历史提供了文献资料 也为研究我国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穿过碑亭看到一堆石像生 还有一块残破的墓志明 只是如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出处了 在龙藤苑的一角摆放着这些石翁众 有石马 石人 文官勇 武将勇 但是头也都没有了 不知道是被谁破坏掉了 还有这些石狮子 头也都是没有的了 那还有石羊 也没有头了 如果你对龙兴寺有一定了解 肯定会有一个疑问 龙兴寺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对正定做出巨大贡献的梁思成先生的纪念馆了 之所以在此处 有一处纪念梁思成的展馆 是因为当年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 就住在了这个别院里 后来龙兴寺的工作人员 就把这儿改造成纪念馆了 咱们只要聊到正定 有一个人一定是绕不开的 这个人就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 提起梁思成 那么就必须要先聊一聊 和他渊源颇深的两个人了 一个是他的父亲梁启超 这个人自然不用多说 这位无需变法的领袖 在近代史上应该是赫赫有名的 另一个就是他的妻子 也就是大家心目中的民国女神林徽因了 这位才女和梁思成抗力情深 也为发掘我国的历史建筑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回梁思成 他出生于1901年的日本东京 1915年 年仅17岁的他 进入了北平清华学校就读 1927年 获得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位后 又去了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次年回到国内 在东北大学任教 创立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 第一个建筑学系 之后 也就开启了他全国调研古建的工作 写下了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与艺术的多本著作 因为咱们现在是在正顶 那么咱们就单说那个正顶古建筑调查纪律 在这个调查中 详细的记载了正顶的诸多古建 除去龙京寺 阳和楼这些知名的古建筑 还记载了很多正顶城内 大街上的排放 民宅的大门罩壁等等 为研究古城正顶的古建筑 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也为之后正顶古城墙 杨和楼等古建的附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 也正是因为梁先生来正顶考察 正顶这座古老的小城 也和梁思成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先生也对正顶前有独钟 在民国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他先后四次来到正顶 甚至在之后那个十年的特殊年代里 他都不忘正顶的古迹 为了保护古迹 还给正顶文保所打电话 让把开源寺中楼的唐代木门拆下保护 当他知道阳和楼被损毁时 痛心的说 如果有机会 别忘了重新修复 所幸 阳和楼在2015年的时候 梁思成的学生郭戴恒 经过考古研究 并根据梁思成的记载和照片 终于让阳和楼恢复了往日的恢宏大气 也让咱们重新看到了阳和楼的风采 所以 这位近代建筑之父 至于正顶的贡献 对于正顶城能够重现当年的荣光 可谓是功不可没 当你们来到正顶 来到龙兴寺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 这座纪念梁思成先生的纪念馆 因为没有他 也许 咱们也就看不到今天正顶的辉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得关注我哟 记得关注我哟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